你是超級英雄迷 家裡有很多珍藏嗎? 不算很多 十多隻 如果計算小隻就真的很多 一比六就十多隻 蝙蝠盒就四隻 自己有一個櫃放好嗎? 有 其實我平時拍片 久不久都會出鏡 其實放在後面的櫃就列出來 不過重點放我最喜歡那幾隻 最喜歡是哪隻? 最喜歡嗎? 因為剛剛《Dark Night》出了一隻 以前Christian Bell做的那一套 出了一隻再新版 再漂亮很多細節 我猜我最喜歡那隻 可能就是新的 Michael Keaton 的2023版 你這麼喜歡超級英雄 自己會不會想拍超級英雄的電影? 其實我覺得如果香港拍超級英雄片 應該要是笑片 首先很難的 別人很大製作 還有我覺得香港如果有超級英雄 他一定是搞笑的 一定是這麼搞笑 在香港都可以有超級英雄 我覺得是搞笑的 給你做導演會選哪一個演員 去做超級英雄? 阿Dee 阿Dee可以演分身 他本身已經有這麼多個分身 你又可以做少許特技 又可以拍到年輕版 他一到十年前又變成Aaron 挺好 挺方便 你自己見到第一次見到Aaron 我今天第一次見到Aaron 原來是像這樣 我對阿Dee十幾年了 看見到一個這樣的翻版 這樣說翻版很慘 看見到一個新版 不如 阿Dee是舊版 過氣的 新版那個 再純粹一點 我想阿Dee年輕也沒有這麼英俊 9月有一個舞台劇 是蓬秋新歌合作 感覺如何? 其實都見到幾前面 因為文明不如見面 一開始都會覺得 好像很有威嚴 好恐怖 但是OK的 他其實都很疼 而且你會感覺到他 一直在觀察你什麼 一直在摸你 究竟是行不行的 行不行的 這樣 希望合格 好似現在好似OK的 秋新歌摸到你的底了 他一早摸光了 見一面已經摸光了 那你在 有一次然後生日 給你慶祝嗎? 生日慶祝 帶了他去一些很熱的地方 要去一些動植物公園 是的 很熱的 出了汗了 我自己都很熱 生日有點操勞過度 下一年唯有再計劃得好一點 送了什麼給他 送禮物的秘密 不說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House 可以按一下 然后再继续